洛家主 不知你对热海了解多少 这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可以感觉到里面的能量 对了 不如把它装到豆包上试试 石方石方 给我看一下 这个石头我见过 在哪里 就是我们一开始醒 你说那个邝村 我见过有人拿这样的石头玩 说是在矿洞深处发现的 矿村 什么地方 是我和齐几年前 到过的一个采矿为生的小村庄 不过具体的地名 我也记不清了 在我们最开始苏醒的地方 挖出来的京石 出现在了千里之外 邪教的据点里 这是巧合吗 小周炎 发什么呆 那个 我在想 扁洛桓 究竟和邪教有何关联 小周炎 前辈 与其用这种 让人一眼便可看破的神情说谎 不如直接告诉我 你有苦衷 前辈教训的是 真可爱 前辈 金钢 赵源就是被调戏了吗 岳 岳姑娘 调戏这次不是这么用的吧 那个 客房已经准备好了 我有些事急需处理 你们自己过去吧 那我们在庄内 随便逛逛去休息吧 也好 今天天气清好 正喝小睡 当时在落日部 瑟玄说明秀 其实也咬了条走狗 是指贤轻也是妖吗 仔细想来 我们对她的了解 只有明秀的一句是说 其他根本不清楚 晓月 把金石给我吧 你要改装豆包了吗 金钊 我想去看 算了 反正两个都是笨蛋 去吧 跟落兄行动才几天 就碰到了朔轩 既然这几天都没有看到 什么新东西 还是继续跟着他比较好 这样的话 以后还得跟着贤轻 一起行动 得提防着他行 这两天也累了 今天早点休息吧 也不知道 起哪儿来那么多体力 有水的地方就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来阁下 就是热海的守护者吧 不知尊姓大名 相传 上古神农发现天地灵外 将灵外在六界的九个出口 称为九泉 以神力封灭 并将九泉药环 交予九名守护 九泉各有其能 其中热海长生命之力 两百多年前 洛家在此地发迹 所仰仗的水源 其实就是热海吧 热海本当寻迹游移 但这许多年来 洛家一直水源丰沛 不知是用何种方法 将热海束缚在此地 此举有为天道 听闻洛家定居于此后 族中双子多双双早逝 想来就是天前所致 莫非 你想让热海回归天道 再次游移 阁下若肯配合再好不过 否则 原来如此 是我输了 你岂先不回答 便是要逼我心急 之后你稍作回应 我便急于促成交谈 反将自己的底线泄露了 你终于 你终于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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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让热海绕回归天道 好 尽刻来求防 不 封够了没有 封够了没有 草丰 若是你不在身边 我将如何 时恐杀了他 之后悔恨 失礼 逼人 落埋名 请叫阁下名号 贬落还 尊驾身上 并无九泉守护者的药环 不知同九泉有何关系 七年之前 九泉灵脉层 有过一次扰动 可是与你一关 九泉守护者凭借神冬药环 岂能感知自己守护着泉眼 若要感知灵脉扰动 除非 除非 你们定住热海的方法 是将全眼写负 写负 写负 你提及写负 想必是 想必是见过十六 难道七年前全眼的扰动 也是有人写负 全眼所知 你不否认 我也是猜对 看来 看来我不开口也是错 不知尊驾是不愿 还是不能与我相谈 对你 我真不知该如何回答 既如此 也罢 尊驾目下便可离开 但有兴致时 再来与我一谈 为追查几魂圣宗 骆昭炎特意将我从落日不宽慧 阁下现在轻易放我离开 不是白费他一番辛苦 即便搅除邪教 会被所谓民主迷惑的人 也会改信其他虚无偶像 且邪教进来忽然形势反常 想是内有辩论 照颜挨管闲事 否则静观其自行消亡 岂不更好 变公子 是不是 别问我 那么 不知除了热海 还有何人何事 能让尊驾不愿离开罗家 我又错了一招 你刚才假意放我离开 是想看我是否单位热海而来 哼 变公子 那我们现在可否谈谈你的心事了 不知白名 可有从扁乐环口中问出什么 好可爱 可惜我还有事 下次再和你玩吧 似乎有些眼熟啊 罢了 先找埋名邀请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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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访码 好可爱 梵旋 方利 梦旋 你不会如此 斤斤计较 换成他人 可就难说了 扁洛桓的来历 目的 你问清楚了吗 他不愿回答 也不知他是 从哪里知晓 热海之事 是否已经告知 启昏邪教其他成员 又有何图谋 这点倒是 已经问出来了 你在洛日部 询问月旗 热海之事时 他正在门外 凑巧听懂 以为是我们洛家 不可告人的秘密 想威胁我 赵燕 你押送他去 景安交于郑武盟 势必彻底铲除 启昏圣宗 我在灵选 依靠红宝石 命名热海 交由迎辉宝 上航展示 我们带着 邪教线索前往 并是我洛家 帮了郑武盟的忙 这是个扬明天下的机会 但宝石已是 即便能假冲热海 欺瞒邪教 怕是也会引来 更多的萧小机遇 岂不是平天麻烦 若是引来邪教 我正好帮你铲除 若是其他匪类 也可打发无聊 那我这两天就寄成 不急 院里那位仁兄 可以现身了 何风小小 出来 小赵岩 贤卿前辈 你为何在此 洛小姐 我踏跃而来 只为一睹芳荣 在下落埋名 久仰大明初次见面 贤亲前辈 小赵岩 你所说与我相似的家人 便是指他吧 前辈此言何意 生而为人 与我相似并非好事 二十年前 曾有一人 与我提及洛驾 二十年后 我亲身来此一见 心中好奇一解 今夜想是已经 打扰到了主人 我便就此告辞吧 前辈留步 是谁与你提及洛驾 私人已去 何必追究 贤亲前辈 明日我们就要 启程前往井岸 前辈可别齐晚了 小赵岩 你是邀我一同齐了 我相信前辈 对洛驾 有好奇而无恶意 再者 与其担心你今后 再次窥探洛驾 不如邀你同行来的放心 小赵岩 我越来越觉得你有趣了 好 那明日见 原来另一半在这儿 不过这一个 二十年前 还有那个气息 原来他便是那个狼妖 赵岩 你的天真 对我们这样的人 真是无往不利啊 麦米 他所说二十年前是指合事 你知道吗 无关紧要之事 赵岩 有关岳家兄妹的来历 仅能追查到三年前 当时他们被人发现 昏迷在近北乌檐村附近 再往前边断了线索 仙亲和那对兄妹都不简单 你这一路要小心 要带我去锦岸 啊 锦岸的小吃很有名的 我知道 骆兄你继续说 素文正五盟左盟主 性如烈火 急恶如仇 袁大夫 你如果肯说出 启魂邪教的机密 我也可留你在骆家 仅待情报前往 去锦岸也好 到时你们就知道 我确实不是敌人了 锦兄 可否请你设法 先行向左盟主通报此事 哦 好 我写封信 你让人交给我们 最近的联络点就行 要回去了呀 这次我帮骆兄 抓了扁骆桓 别的堂主 不能再说我是废物了吧 不过离开西域 以后 还能再碰见他吗 对了 张言 昨天石方把那块 奇怪的石头 装到豆包上了 豆包一下子 厉害了好多 哦 哦 对对 动力一下子 提升了小一半 石方 说人话 那晶石应该是块 能量源 能令机关的能力 大幅提升 你们打算用它 做什么 我真不是邪教徒 你们打死我 我也打不出来呀 家主 赵言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洛家的秘法 借用瓶中之水 不论相隔多远 我都可以与埋名联络 只是次数有限 得谨慎使用 好了 我们整备一下 就出发吧 又将是忙碌的一天哪 我都可以与你 张颜哥 小宁 听说你又要出远门了 还是去中远 那得多久才能回来啊 再过几个月 就是咱们洛家十年一次的大忌 大家都要回来忌族 张颜哥 你可别错过了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绝不会缺席的 我拿了一些心意的特产 你们带着路上吃吧 祝你们一路顺风 谢谢你了 谢谢 看地图 此地有一处客栈封烟疫 我们走快些 到那儿吃午饭吧 好啊 主要努力 就是 快點 快點 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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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5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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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0 trust your decides 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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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 啊 啊 有东西飞过来了 是小秀儿来信了 小秀儿说 郑武蒙收到了小石方的信 让他来接应我 真巧 他正在封烟疫 我回信告知他 在客栈与我们会合吧 有劳前辈了 可恶 怎么会在此事发怵 小周妍 怎么了 累什么 就是有点累 抱歉 我要休息一下 洛家主 你还好吗 林洛怀 你 没搞什么鬼吧 冤枉 我身上的药 早被你们搜走了不是吗 我 我 我 南宁 爹死了 不必难过 不过二十余年 你便能与他相见 我讨厌这个诅咒 为什么洛家的双生子 就一定要早死 爹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们 就不会这么早死了 我们 他对我 可是恨之入骨啊 埋明 以后我们就是最亲的人了 我会努力保护你的 我们一起生 一起死 好不好 赵爷 二十年后 待你天真一诗 便会后悔今日的诺言 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事情 好暖火 就像有生命力 正不断地进入体内 赵爷 赵爷你好些了吗 小赵爷 你可是吓得我吗 前辈 下次 记得先打个招呼再发作 对不起 让你们担心了 这是我的老毛病 给大家添麻烦了 没事没事 你醒了就好 骆家主已经无事了吗 明姑娘 贤轻传讯说 骆家主忽然十分虚弱 让我即刻赶来 劳烦明姑娘 我已经没事了 无妨 骆兄 你要是撑得住 我们还是先赶到客栈 再度打算吧 我没事的 我没事的 快點 快點 别害怕 当然 回來 慎悔 雷 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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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